美国国会达成了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 正式化解把政府逼向债务违约的财务困境 加上在上周 美国出零失业救济的人数 写下9月初以来最低 进一步的提振投资人信心 美股四大指数收涨 道琼指数上涨337.95 点收在34754.94 纳斯达克上扬152.10 点收在14654.02 标普500扬升36.21 收在4399.76 飞办指数攀涨35.69 收在3274.48 欧洲股市方面同样受到 美国债务违约警报暂时解除的激励 欧洲三大股市跟着反弹收高 涨幅超过1% 英国股市上扬82.17 收在7078.04 德国股市上涨277.53 收在15250.86 法国股市扬升107.07 以6600.19 做收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.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情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 2.0全新出发 2.0全新出发 3.0全新出发 3.0全新出发 3.0全新出发